上次我們試了波子的 Taycan 今次我們試 VAG 集團的另一部純電車 Audi E-tron GT E-tron GT 車系屬於 Audi 旗艦級純電車 分了兩個版本發售 分別是 E-tron GT Quattro 和 RS 的 E-tron GT 而這部算是入門級 它走前後雙馬達 正常情況下輸出 476 匹 最大扭力是 630 Nm 跟 Taycan 一樣 可以持續一段小時間的增壓模式 馬力會提升到 530 匹 640 Nm 這時 0-100 km 加速時間只需要 4.1 秒 最大續航力有 488 km 只看外觀 Taycan 和 E-tron GT 確實很相似 大家都是四門平平平平 GT 車型的設計 而大小大約是 5 米左右 主要原因它們兩部車都共用了相同的底盤 就連車內兩速的波箱都是一樣的 不過內容大家就很不同了 E-tron GT 有 Audi 一貫設計 有一個 12.3 吋電子錶板 10.1 吋的中控螢幕 還有一些實體按鈕 就不像波子Taycan 一樣 有很多功能都要在螢幕內才能夠按鈕 這部就簡單直接得多了 不知大家喜歡哪一款呢 喜歡傳統一點 還是高科技感強一點呢 雖然這部車的設計和現在的 Audi 的設計差不多 不是完全一樣的 例如這個 P 波鍵 已經和電子手掣二合為一了 所以這部車是沒有電子手掣 不要上車找手掣解鎖 就這樣啪到 D 波就能夠走 我個人認為Taycan 的定位比較性能強一點 所以我上次試車的時候 感覺上它行車時比較硬朗一點 因為這部車的外形和Taycan 都相似 起初確實令我有少許誤會 會不會覺得這部車的行車都是這麼硬朗的 但我試了一輪後發現 這部車的行車都算舒適的 有些 Audi 房車的感覺 但它的避震又不會太硬朗 配合它的低重心 以及 Cotro 四驅系統後 我覺得過彎都算穩定的 剛才我都說過這部車又不是那麼長的 你預期這部車應該會頗笨重一下 但我過這些彎的時候 車都算靈活 以及剛才我在停車場 在一些很窄的位置做掉頭的動作 讓我感覺都很靈活 至於加速方面 電車真的沒甚麼可以挑剔了 當然是快了 但我想說說這部車的二段速波箱 最初一波是給你用加速起步使用的 而二波是給你在高速時使用的 好處是它的輸出表現更穩定 以及更加省電 剛才走過大概八、九十公里左右 當它轉波時會有啜啜的感覺 感覺有這次駕汽油車 其實都頗特別的感覺 電車當然會有煞車動能回收系統 簡單來說是幫你行車時充電 這座GT 其實在鈦盤後面會有兩個撥片 透過這兩個撥片 可以調校回收系統的力度高低 有0、1、2、3個階段 而二是最高的 但剛才我試過用二段 即是最高回收的力度 感覺上有點像汽油車 少許下駕駛 沒有其他之前我試過的電車 力度那麼厲害 令到運車狼的機會低一點 舒適一點 今天試完一部E-Tron GT Quattro 感覺真的很棒 帥氣、快、舒服 要有的都有 入門版都很棒 不知道RS版會怎樣呢 好了 今次試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試其他電車吧 3、2、0 嘩 嘩 厲害很多 超人的 音樂 最,那蒐 多謝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